哈囉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一個VB的功能 就是我們要怎麼把 FOAM的這個視窗 讓它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不要 沒辦法讓人家隨意的 拉大路拉小 讓它固定在一個 一個範圍內 那我們要怎麼做 那首先呢我們對這個FOAM1 等兩下 等兩下之後它會跑出它的程式 FOAM1ROAD 那接著我們輸入這一段程式 MI就是我自己的這個FOAM 然後我這個FOAMBALL STYLE 就是我這個邊框的STYLE是什麼 那我們這邊就寫說 它的STYLE是固定的 固定FIX SINGLE 那這樣子會 會變怎樣呢 我們來執行一次 你看它的視窗沒有辦法 有那個箭頭可以這樣拉 所以使用者就不能 把你的視窗變大或變小 就整個是固定的 那接下來如果我們要進一步 把上面的這一些 把它取消掉呢 那我們怎麼做 我們可以把 我們去找FUN FUN1的這個屬性 右邊屬性欄 然後我們找到 CtrlBus CtrlBus 好 CtrlBus就是這個縮小啊 放大或XX 因為我們有時候執行 然後我們如果不能 拉大或拉小 可是它可以放大 這樣就破功了 那我們就 把這個 放大的這個 這個地方全部把它關掉 好 那這樣子 就沒有人可以控制 你的這個 頁面的大小 那你要關閉這個視窗 或者是要開這個視窗 就另外再用Button去做 好 這次教學都到這邊